大高雄拥有山海河港 其中优质的自行车骑乘环境 被CNN评比为亚洲五大单车城市 为了整合夜游运动环境 市府将办理爱河流域周边景观环境整体改造 其中爱河之星到连石潭路段 既有自行车道整建工程 目前正在规划当中 预定108年底之前完工 将可以提供市民更优质的骑乘环境 公务局表示爱河及连石潭自行车道系统 从爱河下游出海口开始 往上游方向骑乘 行进中都湿地公园 新客家文化园区 一直到爱河中游的爱河之星 以及连石潭环湖自行车道 前段路线大约17.9公里 除了将刨除重铺路面之外 沿线绿化遮阴检讨提升无障碍友善性 增加租赁点和休息据点等 都将纳入工程范围改善 预定108年底完工 公务局指出因应高雄捷运 轻轨等大众运输系统逐步推动 以及结合铁路地下化 圆道绿狼自行车道系统 将持续办理大高雄自行车道 路网优质化 期待能够整合成为 具有观光价值的路线 坡的其人 前段路线 5个人 5个人